大酒保永泰 自从他的租屋处发生了火灾之后 都还是需要仰赖着机器才有办法 呼吸 生命就是真的是好脆弱 其实我一直都蛮感性的 我向来就是一个还蛮感性的人 旁白哥报报孙协志深夜直播感性哽咽 曝永泰妈一句话逼人哭 这是什么呢 金钟58的入围奖状 很感谢 孙协志刚办完5566安克场演唱会 入围的金钟奖又迫在眉睫 他开直播舒压 第一个重点是想扛了KPI的业务在拉票呢 郭彦均刚刚有进来 拜托一下 也帮我们投一下好不好 你们 你们 你们那个节目主持人都有入围 那 人气的奖项也帮我们push一下 因为我们就剩这最后一里路了 第二个重点发表5566演唱会感言 我已经快 趋岁已经是46了 体力当然随着年纪的增长 一定会有所改变 这是很微妙的事情 我还做了一个单手的策翻这样 我的好朋友 超级好朋友 最真心的好朋友 然后跟他一起在台上跳舞 唱歌 我觉得是一件 很幸福也很难忘的事情 超级幸福 超级难忘 他情绪很满 谈到演艺圈闯当快30年 类影于节一度 既其性的失类 我呢 每年就跟体育署有合办的一至两场的一个明星公益棒球赛 直播压轴第三个重点 孙协之族的明星棒球队日本籍成员大九宝永泰 人在昏迷中 所以在嘉义10月28那场明星公益棒球赛 他妈妈会亲自来到现场 他说他想要来看看 就是 永泰本来在这一天要在场上投球的地方 哇 生命就是真的是好脆弱 希望他真的有奇迹 希望比较渺茫 但是不会没机会 就是奇迹 三里娱乐新闻 不是因为喝威士忌才跟你们那个哦 才跟你们在那边很感性想哭哦 报导